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的节目 今天不和大家论正,今天和大家说一个我们很怀念的一位香港的歌声就是张国榮 4月1号就是他的20周年的死记 我们永远都记得这个日子就是2003年的4月1号 这位巨星的韵乐当年03年发生了很多事 沙士、梅艳芳的细势、张国榮的细势 我们克国名深 讲这个歌手呢,其实我们过去一两年呢 每逢他4月1号的时候呢,我都会做一些专辑 也都讲一些我对他的感受和对香港的感受 今年都不是我,但我保证每年讲的都不同 因为我们想讲的内容真的完全不同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就是说我这一节呢,我希望分几节讲 如果大家过到这一节的view数 或者大家喜欢的,多一些 comment 鼓励的,我们可能再讲多几节 就是由他的这个出道的时候 就是今集主要讲出道的情况 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一点呢? 就是说,张国榮 他不是一出来就变成一个天王巨星 然后万民景仰 然后万民宋拜 或者各个人都捧他的歌 不是这样的 他有很多年 是很多年呢 是叫做梅丹丁 那你说你要经历过这一种寒切骨 才得到撲鼻香 你捱不到 这个时间,你永远做不到 是吧? 他出道就是77年 1977年 参加麗的电视 举办的亚洲歌唱比赛 他当时只有亚军 就是American Pie 那你看回他唱American Pie 那他穿着一个喇叭褲 就是唱American Pie 也有一种 但当时没有给他冠军 那他唱得好不好? 不错的 不错的 他学模仿 有没有自己的风格 尖不尽我少少 但你说他是不是扭到冠军的材料呢? 当时还未去到那位 他的声音 还未去到一种沉稳的地步 也没有自己的一种很强烈的风格 但他唱的音准 当时这首歌是OK的 那当然 他一出道之后 就是78年1月 就是用英文唱片推出 那当时英文歌呢 就是已经去到末流了 什么叫末流呢? 就是当时在六七十年代 听英文歌很多的 尤其是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听这个 Elvis Presley 听很多很多 哇 静不得了的歌 James Dean 等等的歌很多 那Rock and Roll 又有 什么都有 那根本上听了一大集 香港当时是没有什么粤语歌的 有粤语歌 但是没有什么粤语歌 数量不多 那也都有国语歌 就是国语歌是有的 但是呢 国语流行曲 英文流行曲是多 但是粤语的 是相当少的 那他当时要应这个景 看销量 唱片公司 看销量 你这么喜欢唱 American Pie 不如唱英文歌 那样 推出了Day Dreaming 那跟着 Day Dreaming 忘记了4月8日 在第二届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 之中获奖的 OK 跟着想跨出这个 comfort zone 不再唱英文歌 唱广东歌 1979年呢 推出第一个粤语唱片 就叫做情人战 那情人战推出的时候呢 销量就是窩可 这只情人战的碟呢 是有很多只不同的歌的 跟着销量不佳 当时呢 唱片公司是解药的 就是我会详细讲一下 情人战包括什么歌 唱销量完全不好 唱片公司跟他解药 唱得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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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个时候 大多的时间 都是麗的电视的电视剧 和青春偶像电影参演的 那他会找食的嘛 那你不是去 麗的电视 有很多电视剧 麗的电视剧 就是亚洲电视前身 给一些BB知道一下 这个麗的电视 电视剧 和青春偶像的电视剧 去参演的 什么 《对对虎》 有没有看的 其实上网看到 陈秀文做他 做他女朋友 是不是 当时拍很多 这些电视剧 跟着呢 张国荣初齐的歌唱形象 还是较为前卫的 就是叫做 Avant Garde 就是比较前卫一些 但是有这个 James Dean的 就是这个 反叛 和这个浪漫 加上呢 当时歌唱实力呢 是未去到那个地方 未被大众受落的 就像我会讲一讲 这支碟 我每首歌我看法 还有呢 有一次参加街坊会堂的歌声 大聚会的时候呢 接着他扔上去 接着呢 就被一个 观众连带哭声 扔上台 他记得黑骨铭心 后来 今夜不慈房 即是八十年代尾 当时他受访问的时候 都记得 这件事是他 不生难忘的经验 即是很屈辱 很屈辱 他有两件事 今夜不慈房 说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说 被人扔上台 第二件事就是说 他当时 无线 扔这个 十大警哥金曲 当时呢 他拿到这个 这个 奖的时候呢 被别人哭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 他觉得是 好好好 他 take it seriously 他觉得好 好屈辱 好伤心的 那么这个出道时期 想想想 他很长时间 1977年出道 七八年出英文碟 小小 暂怒头角 79年呢 推出情人战 然后 不行 然后被人解药 然后没有人找他出唱片了 80年没有 81年没有 82年都没有 没有出唱片的 去到83年呢 才 因为82年 麗的电视合约到期 他就在陈淑芬的牵线之下 跟随着殷司 黎小田转头无线 经纪合约 以及旗下的华星唱片 唱片合约 然后83年 才推出第二章的粤语唱片 第一章就是 失败的情人战 第二章就是 一个唱片 就是大家耳熟能长的 风继续吹 风继续吹 我遲些 找一集再说 开始盛名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他由 七七到八二八三年 这段这么长的时间 是飽瘦白眼冷眼的 就是觉得你一个 失败的歌手 易打轮的演员 是不是 人会有三衰六衰 我经常说 叫大家 就是 不要死 你准备好 好好活 等运动 什么是等运动 有些事情 你真的能力 承担不起那个情况的时候 你运气不会来 就算你有能力 就算你有实力 都要时来运动的 你不可能 有实力是大了的 那么我觉得 这一点呢 是他要等 他要去努力 他要坚持 他要做很多很多一些 他未必最想做的事情 但是他也要做 是不是 77年 他加入《禮的电视》 已经开始拍电视剧 也不是情人战后才拍的 他拍了很多电视剧 有《岳鱼女》 《软花洗剑鹿》 《对对虎》 《甜甜24味》 有关之留在一边 你自己看一看 现在全部这些 在YouTube看好了 《岳鱼女》 《软花洗剑鹿》 《对对虎》 《甜甜24味》 这段时期代表作 属于长篇的电视剧 《浮生六劫》 这个时候收视达到四成八 《浮生六劫》 那时候很长 很多人在主演 80年 凭借着香港电台的电视短剧 《我家的女人》 获得大英国协电影电视节 最佳表演奖 那记住初灯荧幕 你当然唱片失败 歌手失败 你是拍戏的了 那么当时青春偶像派的电影 例如《喝彩》 《柠檬可乐》 《烈火青春》 有很多半夜不羁的角色 漸漸为人所首落 八二年拍过《烈火青春》 为他赢了第一个金镀奖的影帝提名 这部电影也成为了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 和金镀奖评述的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之一 所以呢 当你是失意的时候 你不是硬向歌手的地方不断硬闯 你要转 转去拍电视剧 转去拍电影 也因为这样的地方 他可以开拓到不同的人物 开拓到不同的视野 有些事情 他未必觉得可能拍电视 拍电影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他最喜欢就是唱歌 他的本质就是歌手 但你继续放不下这个ego的话 做不到很多东西 OK 所以我也是奉劝各位 在海外的香港人 新来 去到外国的香港人 都是有这样的精神 要如水善变去做不同的事 OK 始终有一天 運气会到来 但是要好这样享受这个过程 而不是不断 在想着目标 然后中间就是忍 不是 是中间要享受这个过程 那你说张国荣 在这段时间到国城 七七七八七九八零八一八二 八三 第七年 由歌唱比赛 去到真是红 是七年时间 所以大家想想想 是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是的 但是当时很多歌手 根本就等不到这个时间 就已经禁止了 而张国荣等不到 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得 那他再说回这个情人战 情人战呢 就是他的这首 这个1979年推出的作品 那这个推出的作品呢 当时是第一张粤语录音室的专辑 是保利多去发行的 那但是唱片《销量不佳》 就把唱片公司解约了 那他有很多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 那当时 张国荣的声线呢 较为自乱一些 幽乱一些 就是 但不是差 但是 以当时 七九年当时的标准来说呢 是觉得不懂唱歌的 就是我讲得白点 现在的标准说什么都可以 其实全部都是 就是后面的录音室 在音乐在那里调的 是吧 但是当时真的要原音录的 整首由头录到尾的 而那个声线比较幼乱一些 那他当时 最流行的 模仿当时最流行的唱康 着迹在用声和兔字 在当时的特色 他一直想模仿罗文 直到呢 83年 风继续吹才改变唱康的 就是他一直是 找一些人去模仿 因为他觉得 英文歌 他除了英文歌去模仿那些 不同的歌手 就是这样 但如果你说唱 廣东话歌 你都找一些 你适合自己的人 去模仿的 那当时的模仿对象就是 奴文 但你唱歌 你的声音 是比较乱一些 未厚 未厚实 变成了 你就 或苦不成 反雷犬 而且有些 好几个前辈 跟我说过 就是张国荣曾经 Live唱的时候 是有走音的问题 他不是常常走音 是有走音 而当时 是很忌这种东西 现在唱走音 就是 咳咳咳咳咳 笑一笑 搞定他 当时如果你唱走音 你觉得 你根本不是Qualify的歌手 歌手就是唱歌 歌手唱走音 唱走音一次 人家记你一世 就是当时是这样的 因为 在我眼中 你懂唱歌的人 不会走音的人 你走音是你懒 是你的平容 和懒 导致到这个局面 如果你不懂唱歌 五音不全的 那你根本就不懂唱歌了 你做歌手 竟然唱走音 觉得这个是骗钱 当时的观念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 你为什么 那些人会扔回一些 帽子给他 是有原因的 即不是说 完全说 张国荣是被人羞辱 不是这么简单 而是他 亦都有需要负责的部分 但当然 他后来 有没有改善 有 你只有 将他自己的实力改善 才可以避免 别人的羞辱 这个是关键 那么 他 他整支碟 最好的是 其实有一支歌 稍后我会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但这支碟里排第一名的 就是《游之热潮》 我看完之后 我只是啞了在这里 啞了在这里 不是觉得很陶醉 那样都会出到唱片 我觉得我是很harsh 就是我这样说 我只是觉得不是难听 你会觉得 哇 那么 这样的 对一下 对一下 音都可以出什么 《游子女》 《游子仔》 是吧 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One Way Ticket》 之后改成广东话 《老国签填词》 《One Way Ticket》 很多人唱过 《NOW SEDAKA》 和《Eruption》都唱过 《One Way Ticket》 那这首歌 其实在外国很红 他拿这首歌 他又不想要问版 然后找《老国签改遍》 那当时流行一个 《游子仔》的名词 现在很少说这件事 就是叫做一些 叫什么 不良少年 又不是不良少年 就是一种叛逆点 有些反叛一点的少年 不是不良的 反叛一点的少年 有一些前卫一点的感觉 当时的《游子仔》 那当时唱这些歌 第一 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保守 你将这首歌 拍在第一位 而且是 将英文歌 去改篇广东歌 去翻唱 而翻唱的歌词 都是一些 比较是 前卫一点的东西 当时香港未必 一定暗意接受到 当时接受就是 许冠杰那些 六心 三太公 那些都喜欢 是吧 但是你说 这些的东西 又不是 又不是俗得 那样 你又不会使得 别人觉得有很大的共鸣 有一首 《Bread hold tights》 改篇成为《三岁仔》 都不是唱得很好听 老实实说 我就是说 这两首歌 不是唱得很好听 它不是唱得差 唱得差 不是 但觉得 没有 没有感觉 就是 我的 这个很主观 我自己没有感觉 好了 当时唱片有两面 第一面 第一首歌 《幼稚热潮》 《三岁仔》 《本花洗剑鹿》 这个就是 李隆基主唱 接着他翻唱 接着 《变色龙》 《关政杰》 他翻唱 《大亨》 《徐小冲》 主唱 他翻唱 你想想 这几首歌 都是当时很红的歌 他想逗你 趁这个业度 但你没有可能 在当时 他的唱肯之下 会好过李隆基 《关政杰》 《徐小冲》 当时的 所谓的 对音乐的评价 就是要你唱得 至正康圆 有感情 感动人 就是看李隆基 《关政杰》 《徐小冲》 完全是 Top的歌手 你刚刚把《荣一》出道 你又有走音现象 又想学 你要想学 这个 这个James Dean 又要唱这些古装歌 第一个风格很奇怪 《冰火两重天》 又要好中华 又要好西方 另外 你学 李隆基 《关政杰》 徐小冲 你学不到 你扮罗文的唱 当然 出现了问题 第一面 第六首歌 就是《追逐》 应该说 第一面 第六首歌 就是《追逐》 《追逐》 应该说 《Cassette》 第一面 第六首歌 就是《追逐》 《追》 《追》 《族》 就是民族的族 族群的族 就是鞋音 就是《追逐》 是《荔的电视》 《追逐》的主题曲 《荔枭田》作曲 《尖畏峰》 《填词》 这首歌 3分37秒 我个人 是认为 这首歌最好听的歌 就是这首歌 OK 好了 到第二面 就是《Cassette tape》 转到第二面 当时没有CD 第七首是《情人战》 所以整首歌 就是《情人战》 《情人战》 也OK 黎小田作曲《销生填辞》 接着你有 翻唱一些日文 日本就有英文歌 譬如说 我有《万万千》 就是郑国刚 你教我怎样好 那你就 Thank you 英文歌 另外又有一些古装歌 譬如沈胜依 那这首歌 自己唱 另外就学唱《大报复》 原唱就是郑小秋 他就翻唱《大报复》 《大报复》是77年 無线电视的主题曲 你去《十人牙胃》 去唱歌 一定有比较 一比较 当然是前辈贏你 你以为后辈可以 揮下这班前辈的老师傅 当时他的实力都不行 所以他整首歌 我会觉得 在当时时代的精神来说 是失败 所以他失败了之后 他要转进去做不同的事 他是否一个不好的歌手 不是 他很努力 就是看了他每首歌 你听每首歌 他都想过了每个字 怎么唱 整首歌要怎么去包装 他的感觉 前后有重复的时候 用不同的唱腔 去唱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他是这方面的成功 我希望大家明白 香港人一样 会有失败的时候 以为你争取一些东西 你会成功 但是争取不到 你会有煤灯 到他的一刻 会被人白眼 扔回舞给你的一刻 你唱的歌 可能很努力 但是由于很多arrangement 的问题 有很多的偏排的问题 和时代的问题 人家做不到这一点 运气真的不好 是吗 还有当时你真的 比较自乱一些 很多事情 没想透 没想通 然后有很多事情 也都没有准备好 导致到当时不受欢迎 歌手都没有人帮你出唱片 人家被解约 那你会励的 继续拍戏 去到八二年 所以当时看回 现在很多电视剧 甚至没有做一些电影 赚的钱不多 赚的钱真的不多 当时就当你二打六那样 那你都要做 那是否代表很屈辱呢 不是 第一 不要放弃的希望 你始终要做回歌手 始终对音乐是有兴趣 始终要做回 不要放弃的希望 希望不需要日日在这 好像恐怖主义那些ISIS 我一定要不需要这样 不需要好像保险经纪 个个上天棒 我要什么什么 不需要这些事情 你温存在心里已经够 知道自己 要做回歌手 但是这段时间 要广结善悦 享受这个过程 那我想这就是 张国荣在这几年过去的情况 为什么我特别说这一点 喂 成功之后的事情 大家在乘热 大家在乘热 大家在乘鼓掌 很多都说起 但是尤其是 关注一个人 当他失忆的时候 他如何重新振作 这个就是香港的精神 希望香港人 记住这一点 不只是免怀 张国荣听他的好歌 那么简单 要记得 他这些过去 往往就是我们重新 踏上他的足印 那我们如何再向前走呢 可以吸收一些灵感 那我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在情人战里面 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 就是叫做追逐 这首歌呢 我不觉得 就是在主流媒体 会广泛报导 大家知道 张国荣在追 原来是叫做追逐 什么歌 什么歌 什么时候出的 1979年情人战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有这样的过去 这首歌 黎小田作曲 尖蜚蜂填词 就是张浩榮主唱 是丽的电视剧追逐的主题曲 歌名也叫做追逐 寒星三眼进世 神气温兴照头 时光匆匆一转眼失去 永未复回头 愿那春 上流 又怕冬 冷头 回头 回头 望西市 多小 多小 欢笑 多小 愈悲痛 更加重 感触 百千流 可爱 恶心三眼进世 尽 神气温兴照头 时光匆匆一转眼失去 永美回头 愿那春常流 又怕冬冷头 回头望西市 多少欢笑与悲痛 更加重感触霸千流 人生每有暂便 离歌不必怕咒 留得春光 怎可以再令那种下停留 愿与他同游 莫强他停留 浮云作世约 一生里只有到终结 那恩怨几多回之头 人生每有暂便 离歌不必怕咒 离歌不必怕咒 留得春光 怎可以再令那种下停留 愿与他同游 愿与他同游 莫强他停留 浮云作世约 一生里只有到终结 那恩怨几多回之头 那恩怨几多回之头 每一个人有人生有暂便的时候 也有离歌高咒的时候 有感触百千流的时候 也有寒冬也有春天 有温馨也有寒星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逆境的时候 我们记住 世界上不会永远都是逆境的 说给自己 说给下一代知 说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知 尚未希望 尚未信心 我们会度过寒冬 迎向光明 希望大家 度力 下次再见